看到桌上琳琅满目的玩具 一掌嬌庆鳞同心未敏 开心的玩了起来 吃完之后我们要来炒菜 后就上菜了 吃上香的福源国小 去年新生入学人数减少 校长毛慧立看到多出的教室空间 不知道要如何运用 联系了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 希望予以协助和规划 结果立即答应 并和台湾高通公司合作 打造了台东第一座玩具图书馆 谢谢 非常严快 顺利出风 我觉得小朋友 其实我自己去找 其实不管你是在大城小城市 其实大家其实都 其实梦想概念都可以是一样的 不应该因为你所在的城市 它的环境或者是它资源限制 去限制小朋友的梦想跟它的发展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很感谢 就是理事长跟吴吴导 因为他们这几年来 他让我们看到 就是有更多的地方在 所谓的偏乡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玩具不是只有玩 而是透过玩 玩具来表现 我们怎么样去在生活上 学习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们需要台东大学 幼教系的同学 来持续的做这个玩具的 二手资源回收啦 整理啊很多的 那所以这一整个的活动 其实在我们来说 非常的开心 能够选择台东 作为他们的第二站 那福岩国小是第一个学校 会玩玩具的小朋友比较聪明 那我在当服务室管 館长的时候呢 我就搬很多玩具 中国有很多艺术玩具 我通通买下来 它可以借小朋友回去 跟借助人 寒假期间 台湾和北京清华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特别到福岩国小 为孩童彩绘布置 台东大学的学生 也协助后续玩具的木籍 和整理的工作 常常觉得老天爷都会去帮忙 你当你想要做那件事情 自然自然就出现了 那非常感谢就是 一路的成员协助学校 那包括清华大学的 那个住宿书院的学生 还有就是台湾清华大学 跟大陆北京的清华大学 跟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 一共有35个学生 他们就免费哦 免费帮学校彩绘 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理事长 叶国芳表示 小朋友一个人在家里玩玩具 缺乏分享 成立玩具图书馆 学童学习共享 人流依不同 越是偏向地方 他们对这个需求是越大的 越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会 每一盒台东大学 或者慈禧大学 以及其他的 清华大学 他们都有兴趣到 离岛台东县的离岛 去建制玩具图书馆 目前全台有 156座玩具图书馆 包括刚启用的 福原国小和太平国小 而图书馆内 日本进口木质玩具 都是由台湾高通公司捐赠 未来也将规划 台东县离岛小学 成立玩具图书馆 多烂新闻 陈金雄 林婉珍 池上香 茶碗报道 谢谢大家 narolo 茶碗�� horse 地图书馆 明朗 麻烦 麻烦 搞柯 门 大县 吉鲁 Aprillo 入来 好